大家好我是DK 欢迎收看DK全脑交易 打造胜利方程式 来我们今天先 欢庆一下台积电 鸿海联发科创高2万2 中小型电子即将喷出 红准正达油位科健汉 我一直没有离开红准 今天尾盘算有一点表现 我今天大概要介绍蛮多 还是这些股票为主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族群 我大概要带一下给各位 大家会关心 好恭喜创新高2330台积电 明天要除息大秀3.5块钱 今天早上要录一个节目 说这个什么19次的继配席里面 有14次当天就填完 其实明天我觉得这个也是小事一桩 现在台积电占的全值31%多 它涨一块大概占了8点 将近8点3 所以今天早上有一度 在其他股票还没有动起来的时候 几乎它一个人包办 包括鸿海今天都有拉到一个高点188 收盘没有到188 但是盘中有一个188的高点 同步穿高联发科最高来到1320 这个普天同庆 我这边写很坏心 重点是我想的不是我想的 你看我右边那个 我把它换成黑色 黑K 我希望它下来吗 我不是它希望它下来 我希望它留一点资金和活水给 贵买指数 我知道如果它不下来 它不下来一点 不要那么多好不好 我这个不小心我手又滑了 这个资金就只有一套啊 没有500套800套啦 还是那句老话 但是今天尾盘的确有一些资金进来 中小型电子 这就跟我昨天节目有跟大家带的啊 昨天有一个族群叠得蛮重的 我后面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其实大家心里也知道啊 我们先恭喜台积电明天出3点5块 不要说秒田 微秒耐秒 很快好不好 这个很强啊 900多千元之路继续走啊 贵买指数同欢新高 说对嘛 拉尾盘啊 你以前有看过 你不骗叫功夫吗 里面不是有一个小胖在球场 人家想好好踢球啊 1700800一档股票 你就台积电一个人表现 大家的股票不是只有台积电 甚至是台积电是 全职股是外资的喜爱啦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投资人有 或者是年纪比较长的 甚至是比较多啦 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 但是中小型个股啊 我们不要忍若 就像我今天有看到啊 你如果把台积电的全职拿掉 很多股票在1万5 甚至是1万5千点以下的位阶 这一点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盘到底是所谓健不健康啊 我不会用健不健康来解读啦 你要觉得健康也可以 但是我要说的是贵买指数要跟上来 264.13有 有跟上来 量能控制的很好 还不错 温温的控 明天再涨我也不会觉得什么太大意外 甚至是台积电他不下来 那就不要下来 但是你走慢一点 这是DK的心里的一个小期望啦 我知道资金大家都在抢那一套嘛 航运 昨天跌很重嘛 今天再跌2.9% 台股创高2万2 他跌的迷迷茂茂 不要这么说 他有创高给你看 他有创高给你看 他先走了 资金就只有一套 这个航运要卖掉才能买中小型电子 那我说长龙阳明万海 你的位阶我希望你是买在 昨天有划线给你看 你这里所谓的为什么2万2 我们常听到2万2干嘛 不要怎样追高 不要追高的意思就是 任何股票你都不要追 我管你什么族群 我管你什么类别 你就不要买那么贵啊 跌你才要买 那他跌够了吗 我有帮你做一连小小的规划 你去看今天这个量比昨天还少 还少比较不好下跌 为什么 通常跌到一个跌势的时候 空头捷径要带量 大家都丢出来 你砍我砍 桃生门剩一到的时候 通常会爆量 那个才是相对的低点 比较容易 只是参考 如果你喜欢聊技术面 我就把技术面聊给你听 这种量昨天才爆量 今天下来没有量 还是收了一个黑K 还跌了快要3% 很容易进入缓跌 缓跌就会容易套你 套你就会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你就会想要逃避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账户一统都是很绿的 可能都会超过230%付的甚至30%以上 这才是真相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价格都有人进去买 有人就是买高点 所以为什么要请你过来加入DK的社群 跟着我的脚步加入我的军团 因为我不会带你 我不是不带你做航运股 是我如果没有逮到 我绝对不硬做 为什么 因为我不拿钱 开玩笑 这个很多股票 很多股票 所以长龙阳明万海 我们最近辛苦一点 好不好 如果有你有的 如果你是获利的 你可以规划 什么时候可以先把资金做一个去杠杆 好不好 如果说你买在高高的 你也不要下来用摊的 因为你不要摸会跌到哪 好不好 把资金规划好 再来补充一个之前上礼拜提到一个2105的振兴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这一个礼拜有听DK的节目 我都会带 除全息后的空方操作 连五叠还真的连五叠 除完息 两块钱对吧 差不多两块 两块印象 除下来破了一个碰月线以后 1234 好 我有告诉你区间对不对 还没到吗 但是你要开始规划了 不是我画了就会到 如果我画了就会到 我会知道为什么我不压房子空 我推出去空 因为会跌 这个是逻辑 我常常叫你们在过程中注入逻辑 包括你讲话跟你的思考 如果你没有注入逻辑 你是用猜还是凭你的第六感 还是你根本乱讲一通 没有 我们在思考交易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会注入逻辑 所以我才说这个区间你可以开始做规划 我说大概如果可以45到年限附近的话 很甜蜜啊 好不好 如果你有 你也不 你如果要再摊 我是不建议摊啊 你有就好了 我们报久一点 这种股票就是要拿来干嘛 长报 领他的股利股息加资本利得 前面也有拉给你啊 如果你 我相信很多人是买在这下面40块以下 因为他报很久嘛 这种股票你拿来追 那你的交易观念可能可以修正一下 来找DK 好不好 好 现在才要进入主题 昨天这个有带了 好不好 美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8点半 晚上 你睡觉了以后 也许你还没睡 凌晨2点马上要跟你聊 历历绝 车位跟这个货币政策 说实在的啊 这个升降息这件事情 DK很少跟你聊 为什么 你知道联准会的官员有很多 有一些是鹰派 有一些是隔派 你到底知道谁是鹰派隔派 来回答 你知道吗 你好像不知道 有几个 你好像也不知道 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这数据公布出来 到底要偏鹰还偏隔的 又有几个 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所以我常说取高和寡的东西 你听听就好 重点你做台股 这些你要知道 因为晚上震荡 你才不会慌乱嘛 有时候急杀一两百点两三百点 有时候急拉一两百点 我猜今天晚上 我不管数据怎么样 我不管 我猜是拉台 为什么 我台股白天 我用感觉 如果跌 跌我也准备好 做最坏打算 做最好准备 DK的心理永远都是这个 今晚震荡刷刷热 你不要轻举妄动 你做指数的想要搏一把 那你慢慢嗨 我们就是观望跟追踪 好不好 做股票的 来 新增决战全球传动 最近决战什么 存安 今天加一档全球传动 为什么 来往下看 今天没有股票很多 早上蛮多黑的 说真的蛮多黑的 等一下最后我还要介绍一档给你 黑黑 最后涨停板 好吧 那个等一下 再一下 全球传动 390章 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个我前面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说操作股票的真相就是这样 有时候DK做股票啊 赚是附加的 我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输我会觉得有趣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之前 我就做了很多规划 还会输 甚至我建立了不错的成本 还要输 我就会多留意一下 这个厉害哦 这个我赞是 你要来跟我赞哦 我当然要留意一下 好不好 我亏我自己 我当然要留意一下 输你就要认输啊 33.5到35.5 35.5到33.5 我成本大概就是在这区间 可能在34.5到35.8左右 如果假设我在这附近去掉干港停存 我赔多少 大概10% 10%多一点 甚至有时候 有一些单位数不到10% 可以接受吗 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做股票获利 我都 通常我都会设定30%到40%以上 甚至是被 一不小心 我暴牢一点 有时候890% 不是很难看到 再讲一次 不是很难看到 我在这里做一个防守 有什么错 何况我的容错率如果够宽 也许我还要跟你赞 我还没有出啊 你再下来 就是我的临界点 为什么 我不跟你开玩笑 这个是钱 我没有再跟你凹的 我就是看 重来 这就是DK的逻辑 好不好 这个给大家参考 为什么要讲 亏损也要讲 当然要讲 我分享给你 你有做啊 你如果不懂规划 你要看节目 我在看 追踪这个股票的时候 交易的过程 我在观察什么 我在等什么 我在对战什么 这个你要知道 好不好 红准 给你修正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我在画一个圈 是为什么 月线撞啊 撞月线怎样 月线只是参考 能不能下来 可以啊 还可以下来 还可以下来 我还可以等你 这就是我的意志跟信念 我还可以等你 如果不下来 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下来 最痛的不会是我 一定是这边 量最大的人 你要砸自己的脚 你就砸 难道我买的会比你多吗 不会 不会 好不好 不会 你一定是很痛 你知道这有几万张吗 十几二十万张 难道我 难道我 我连一百张都没有 好不好 你这个 不要开玩笑 你不要开玩笑 这边撞了你就要怎么样 我就跟你压明天出去啊 他就说我这边买 这边又买 好厉害哦 你真的好厉害 你真的好厉害 好不好 我做长单的人不要跟我讲这个 正达现金增资19块6 如果你有持有的话 你应该都会收到单子 大家可以去认 这个还不错啊 24块6 今天有一点表现 现金增资保护码 你如果一直跌谁要给你抽 跟任 就不要啦 干嘛增资 充实营运资金跟还一些银行的贷款 好不好 我帮你查过了 他不是 他还是 有还是会把资金拿作 有可能把它做为准备资本支出 他的股价不高啊 好不好 这个让大家去参考跟追踪一下 阳城 虽然我标题没写 我还是要给你带一下 他跟红准就类似 我规划线也都做好 有没有修正 有啊 有没有多 多啊 42 43块下来 36块 跌掉十几% 月线也给你破掉 还在这年线这附近 如果没有的 你有想买的 DK告诉你要做规划啊 那执行力看你咯 是我 我是战士啊 我分批可以吧 我领骨可以吧 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动作 我再讲一次 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站出去先碰他 你就会开始执行了 这件事情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耐心还在吗 贱汉 一样 风阻很大 我这边写越磨越好 你是不是有病 没有病啊 为什么磨得越久 喷得越高啊 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 我不要你们上车啊 主力心态你真的懂吗 我真的懂 主力心态我懂啊 你以为市场是大家一起 手牵手赚钱吗 八二法则是怎么来的 主力要拉一档股票 他尽量不要让一般人在上面 好不好 这样他后面 你来追他比较好到啊 好 贱汉 有位科拉尾盘 这个盘中贴的 不只长这样 我写准备完大的 3580有位科 为什么 准备完大的 明天看看 不然后天 下礼拜 你以为我真的知道 那些跟你讲的人 你真的相信啊 他最近可能真的要完大的 为什么 这黑黑够不够狠 这红K拉出去 这上影线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做了一个剧烈震荡 有量 你猜这是要干嘛 好 我喜欢解读背后 我不管你黑K红K 这后面都偷偷摸摸 很多力道 你按 你来我往啊 偷来按去 我告诉你 那筹码交换没有那么 单纯啊 很邪恶 到底是要换上去 换下来 你猜 我们慢慢来追踪来看 加入Lite 小老鼠 DK525 务时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啊 我跟你讲说 DK每天都在等崩盘 你相信吗 我周遭人相信 我跟他讲过啊 为什么 系统性风险 你不用准备好 所以我都在等啊 我心里做最爱打算 最爱打算不是通通电影版吗 就是崩盘啊 那样就叫崩盘啊 你相信吗 我真的这样做 但是我这样子还可以做多 看多这个盘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交易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他不是拆 他不是平地六感 他也不是看那些总经 那个叫后见之名 叫已知 我要带你面对的是不确定 不确定怎么面对跟处理 那个就是我们在股市的交易关键 存活好不好 好最后我要带一下这个 昨天节目有提过 早上还有一个16 还见到16块多 16块8嘛 差不多 23块6修正到16块8 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蓝色的规划线 这样子画过来一个箭头 你知道这个叫做跑掉 我有说过 跑掉DK就不硬做 但是你不要回来给我找到机会 去布局你或者是买你 你的多头就走这样 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是不买单的 如果你真的走这样 我这里买你又掉下来 我停损 我输一点点 但是我不会去预设立场 我要建立我的成本优势 请问不在我画圈的附近 请问要在哪里买 你又跟我说 你要买21块22块追 等待耐心 那也是交易过程 每个人不一样 DK没有这么简单 很能等 继续要加入我的小老鼠DK525 昨天节目有提 有 有跟你提说跌好快好凶 你是不是想回去看 明天早上我就告诉你 9点前我发讯告诉你 好不好 这机会永远有 这不是机会吗 跌很快 这股票不贵吧 走多头吧 这拉近给你看 拉远来看 很香的 好不好 这个一直有在追踪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DK的节目 记得每天收看 我继续分享一些不错的物件给你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